9月29日夜间 知名编剧王海玲在微博开私自媒体大号 这个公众号是个纯傻叉 把编剧名字以各个删掉 手切 人件 王海玲附上电影大V发布的国庆期间新片资讯截图 只见图片中每部电影的编剧一栏都空着 随后该媒体号转发并评论回复 党期信息并非我原创 而是由发行放映协会提供 你可以去查阅今日协会的推送 编剧一栏就是唯空 并非我手动删除 但对于解释王海玲并不满意 还转发了诋毁电影票房的评论 随后9月30日早晨 电影票房也再度发生 表示王海玲只是维权编剧而已 举动是值得尊敬的 虽然言辞可能激烈了些 还表示会补上信息 也希望编剧协会从源头解决问题 非法娱乐只有你报道